第809集 别成能了 你们的酒量哪比得过我啊 我保证你们现在没一个人能站起来的 小海妹站起来 她跑到别墅的门口去开门 在开门的瞬间 她不由的愣住了 这间门口站着的人 赫然是陈若曦 陈公 若曦啊 你怎么来了 小海妹吃惊地问 没事 我只是想和大家见个命 一起聚聚 陈若曦说 进来吧 就差你了 小海妹笑了笑 陈若曦和他们几个不一样啊 他是陈家的千金 他能放下身段来和自己这群人一起 那就说明他已经把自己心中的芥蒂给放下了 姐妹们 看看谁来了 小海妹 小海妹 吓着陈若曦走了进来 他高声喊道 哇 陈小姐 娘娘 不 是太后来了 烟火 塘兵几个人早就喝得东倒西歪了 他们平时的金池早就跑到那九霄云外去了 他们想站起来 奈何手脚时根本就不听一点儿是坏 大家坐吧 把我当成和你们一样的 现在是一样的 未来也是一样的 陈若曦说 喝一杯吧 萧海妹为她取过了一只杯子 来得晚了 自发三杯 陈若曦真的喝了三杯 好酒量 萧海妹微微一笑道 若曦姐 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许彤彤问 不知道 我也一直没有她的消息 陈若曦的脸色有些出神 其实她知道的 并不比这几个女人多 她已经决定了 如果说这一次叶浩轩真的出事了 她要动用特勤局 把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 原来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陈若曦叹了一口气的 不过我们应该相信她 相信她一定会回来的 对 她一定会回来的 许彤彤狠狠地点点头 我们举杯 共同为她再干一杯吧 几杯酒下肚 陈若曦也有些醉意 她端起了杯子 干杯 所有人再次举起了那一杯二两的杯子 把满满的一杯二锅头举起来喝下 那殊不知啊 这酒下肚 所有人的眼泪都大颗大颗地流了下来 他们心底在呼唤呢 叶浩玄 你到底在哪里 若曦姐 我们正讲自己和她的经历呢 你呢 说说自己的 唐冰说 我让她冒充我男朋友 应付我爸 然后就假戏真做了 陈若曦有些不自在地说 详细的要详细的 对 你和妹妹姐都喜欢掉人胃口 喝酒 我们还是喝酒吧 肖海妹连忙举起了杯子 她是酒场老手了 这两杯酒根本就灌不醉她 但是那几个女人不一样 她们现在只要一劝就喝 许彤彤再次灌下了一杯 她就捂着嘴 向洗手间的方向跑去 喝了这一通酒 她感觉自己的胃 都要被烈酒给割开了一半 她狂吐了一阵 然后喘息了便可 便打开水龙头 洗手漱口 就在这个时候 她眼前的玻璃上 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叶浩轩 许彤彤伸出手 去摸镜子中的人 她认为自己喝多了 出现幻觉了 她一边摸着镜中的 她一边失声地哭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 哎呀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叶浩轩的声音 在她的身后响起 徐彤彤猛地转过身去 只见那张熟悉的脸 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正是那张让自己 魂牵梦影的脸 她不敢相信地伸出手 啊 是你吗 叶大哥 真的是你吗 你摸摸 是我 叶浩轩笑道 不不不 我不敢 我怕一摸你又消失了 这是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徐彤彤拼命地摇头啊 怎么会是幻觉呢 叶浩轩伸出手 握住了徐彤彤的手道 酒量不行就别喝那么多 伤到了胃怎么办 徐彤彤愣住了 这张手温暖 结实 一如昔日那双手一样 给她无尽的温暖和安全 她突然捂住嘴 发出了一声压抑不住的尖叫声 怎么了 陈洛西吃了一惊啊 她快速地跃起 然后向洗手间奔了过去 经许彤彤这一叫 其他的几个女人都吓了一跳 她们的酒瞬间醒了 她们纷纷地跳起来 向洗手间的方向跑去 到了洗手间那里 她们不由地愣住了 只见她们日思夜念的那个男人 正在掐着徐彤彤的人钟啊 呃 她太激动了 叶浩轩苦笑道 能让让吗 彤彤需要休息一下 直到叶浩轩抱着徐彤彤 放到了沙发上 几个女人依然没有从这震惊中醒来 你是叶浩轩 陈若曦盯着叶浩轩说 哦 刚才喝了半斤二锅头 这让她的脑袋有些不清楚 是我不信你摸摸 叶浩轩认真的说 陈若曦突然抓过叶浩轩的衣领 毫不客气地抽了她一个耳光 啪 清脆的耳光落在叶浩轩的脸上 把叶浩轩打得一愣一愣的 她有些苦笑啊 这 这 不符合常理啊 这 这 这不符合逻辑啊 这女人怎么会打自己 她难道不应该尖叫着扑到自己的怀里吗 她怎么忍心打自己啊 王八蛋 这么多天不传我来的消息 你还回来干什么 你干嘛不死在外面算了 陈若曦的眼泪躲眶而出 对不起 叶浩轩有些歉疚啊 她清楚自己失踪的这几天 这些女人的心里究竟在承受着多大的痛苦和担心啊 回来就好 陈若曦捂着嘴 她有些心疼了 刚才自己抽的那巴掌是不是太狠了 不过想想自己这些天担惊受怕的情绪 陈若曦又觉得活该 她认为这在场的女人每个人都要抽叶浩轩一耳光 交给你们了 害我们担心这么久 随便蹂躏她吧 陈若曦说 叶浩轩 真的是你 是我 叶浩轩说 真的吗 你是不是又领了其他妹子回来了 我说过只要你回来了 再领多少我都认了 天哪 竟然成真了 我的酒到底什么时候想 叶浩轩哭笑不得 他没想到几个女人见到她 竟然会是这么一副反应 他们不是应该哭着扑在自己的怀里求安慰吗 这不科学呀 果然呢 这喝高了的女人是非常的可怕的 过了半天呢 这些人才终于压抑不住心头的味 一副一个个的抱着叶浩轩哭了起来啊 刚才他们心中的冲击啊 实在是太大了 让他们根本反应不过来 现在反应过来 就把这心头的委屈给一股脑袋全部发现了出来 可怜叶浩轩的衣服都被泪水给打湿了啊 他只得一个接着一个的安慰 好不容易的让他们都平静了下来 让这几个女人啊 醒了醒酒 一行人可就围在一起 听着叶浩轩讲述着这一次的 藏地之行的经历 当然关于和薛听宇之间的纠缠 他还是一笔带过 免得这些人吃醋 听着叶浩轩和剑圣大战 厉害其说而吃 这些女人都是惊呼连连啊 但是叶浩轩把熟吃活活气死的事情 又让他们觉得很解气 把事情的经过简单的讲了一遍 几个女人消化着叶浩轩所说的话 这么说 遇到花生的时候 你句句实实的是死过一次了 陈若曦问道 差不多吧 也不全是 浩然真气中有自救的方法 那只是一个假死的状态 但是如果没有人救我的话 我真的会死的 之后便是听语一箭斩断了自己的生机 把凤魂还给了我 这才让我得以念盘重生 他现在没事吧 萧海妹问 没事 他提前一步到达京城了 也好宣说 那就好 你说那个小姑娘 还有救吗 许童童说 叶浩轩所讲的事情 太过于匪夷所思 就跟神奥尔故事一样 不过故事里的庙绘 却让人感觉到惋惜 或许要 他的园灵现在寄居在一棵古莲中 等闲下来 我去给他布议一个阵法 只要灵气足够 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四处活动 但是他只是魂体状态 跟正常人不一样 想要真正的重生 恐怕还要看天意啊 叶浩轩说 你一定会有办法救他的 唐冰说 或许不能 或许能 叶浩轩苦笑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陈若曦说 报仇 叶浩轩胆胆地说 怎么办 所有于这件事情 有牵连的人 都得付出应有的代价 叶浩轩杀气腾腾地说 其他的人还好说 但一连城呢 陈若曦问 你是杀还是放 杀 叶浩轩毫不犹豫地 吐出这个字 对了 我找到一些 有关一连城的证据 小海妹拿出了一个油盘 打开笔记本 把证据放了出来 殷十三那次去找麻烦 被我抓住 打了个半死 这些都是他招供的 我让君自查的 属实 叶浩轩看了看罪证 马上变得杀气腾腾的 他不知道叶连城 竟然私下里 搞了这么多的小动作 甚至和一些贩卖 人体器官的人贩子 都有所签 他和一些医院沟通 产下的死因 或者是病死者 都会私下摘下一些 有用的器官 去贩卖去 而且还有一些 关于北辰集团的 不利消息 叶成旺这些年 私下里 可没少是小金库 更严重一些的细节 还有很多 叶浩轩重重的 把笔记本电脑给合上 他已经看不下去了 他冷冷地说 自作孽 不可活 叶成王父子这样胡来 不仅是叶家容不下他们 就连这个国家也容不下他们 叶大森怎么办 陈珞熙说 当然是先解决小问 然后再慢慢地解决大胆 我们就看着叶连成 这一次如何作茧自缚吧 哼 叶浩轩说 京军区总院 一间豪华的病房中 花梁躺在床上 他被包得像是木乃姨一样 今天是他拆绷带的日子 一名护士小心翼翼地 把他脸上的绷带给拆了下来 然后露出了花梁那张 看起来相当可怖的脸 花梁伤得很重啊 他那张本来看起来帅气的脸上 布满了恐怖的伤痕 这些伤痕极深 就算是叶浩轩出手 恐怕也没有完好无损地 把他的脸给复原了 更重要的是 花梁的双手 没有了 他这辈子都休想拿起什么东西了 而且他被人下了一种极其歹毒的雅药 就连说话也说不出来 他现在就算是再努力 也仅仅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音 总之啊 他这个人废了 彻底的废了 他以后都没有办法和人很好地交流 小护士拆开了绷带以后 便走到了一边后着 这个地方是贵宾房啊 一天24小时有人守着 这些护士们的专业过硬 严正腿系 每一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他们分成三班守在这里 保证这里24小时都不会缺人 病床上的花梁突然发出呜呜的声音 他拼命地晃着 把病床上的仪器都摇得乱颤 小护士连忙跑过来问 先生有什么需要吗 一连问了几声 花梁的喉咙里都只是发出呵呵的声音 小护士这才想起来他是不能说话的 这里的护士呢 专业是相当的过瘾啊 这名小护士用哑语对花梁比划着 问他到底需要什么 可是比划了半天 花梁依然没有反应 他只是死死地盯着小护士 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给他镜子 他要照镜子 随着一个声音传来 花月走了进来 花月一进来 花梁显得是更加激动起来 他死死地盯着花月 双眼中露出了一丝狠力 愤怒的神色来 这种神色非常的可怕 就好像是他要把花月给生吞活泼了一样 小护士呢 微微的有些害怕 他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的双眼里 会流露出这种吃人一般的目光 他迟疑的一下道 病人的情绪不稳定 这个时候 还是不要刺激他比较好 小护士的担心是不无道理啊 因为花梁的这张脸是非常的恐怖 再加上他现在就是一个废人 良好的职业素养告诉他 这个病人现在的情绪是不太稳定啊 如果他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样的话 他一定会崩溃的 没关系 这是我的弟弟 心理承受能力是相当的大 我信你试试 花月微微一笑 露出了一个迷人的笑意来 尽管他的双腿是假的 但是掩饰不了花月那帅气的颜值啊 号称京城三节中最迷人的花月 他这张脸不管走到哪里 都会引起一阵女人的尖叫 在这里也不例外 这个小护士傻傻的看着花月 他的花痴病犯了 天哪 太迷人了 太帅气了 他怎么能拒绝这么一个迷人帅气的男人的要求呢 他有些傻傻的拿出了镜子 就放到了花梁的脸上 花梁看到自己脸的那瞬间啊 他整个人都呆住了 镜子里出现的那张脸十分的丑陋 甚至丑陋到让他自己都感觉到恶心 这 这还是自己吗 他不由自主地自问 不是 这绝对不是他 他长得是很帅气的 镜子里这么一个恶心的人绝对不是自己啊 他死声大叫 但是喉咙里只能发出呵呵的声音 他拼命地想坐起来把眼前看到的一切东西都给摔了 但是他的手脚根本就用不上力 军刺呢 他们的手法呢 是相当的专业的 他们当天麻利地把花梁的手筋和脚筋给挑断 那是断的不能再断 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复原的可能 先生 你 你不要激动 小护士这才回过神来 他发现自己做了一件傻事 他不该拿出镜子来的 因为就算是承受能力再强的人 他们也绝对接受不了自己的脸变成这样 尤其是一个自认为自己长得相当帅气的人 没事 我了解我的这个弟弟 他发泄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好了 你下去吧 别让他吓到你了 花月微微一笑 哎呦 太贴心了呀 小护士感觉自己都快要化了 他的双眼里都泛着小星星 在当班期间呢 是不能随便地离开病房的 但是花月让他痴迷得太严重了 他就不由自主地按照花月的话去做 等小护士离开以后 花月脸上的那幅温情默默的表情 马上消失不见了 他冷笑一声 走到了花梁的根据 花梁已经平静了下来 他死死地盯着花月 又换成了那幅几乎能吃人的目光 你的心里一定很不服气吧 花月笑了笑 他走上前坐到了花梁的身边 悠悠地说 我今天是来接你出院的 老爷子吩咐的 他知道了你的情况以后啊 果断地把下任家主的担子 又加到了我的身上 花梁的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 他拼命地扭动着身体 如果他现在能动的话 他一定要把花月给撕得粉粉碎